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就很多人担心我们会走上新加坡的模式 大家知道新加坡过去一阵子 它一开始在COVID-19扩张的时候 它的防疫做得也不错 可是后来移工变成大破口 我们也会变成 移工成为我们台湾的破口吗 希望不要 我们先这样讲 大家理性的来看待这个状况 我们并不是要歧视移工 而实际上包含了日本 包含了东南亚其他的国家 都开始怀疑 为什么都是印尼移工出问题 明明也都有要求 登机前三天的核酸阴性证明 结果一进来就发病 一进来就变阳性 甚至包含了日本 开始有人在讨论说 要不要继续相信印尼的阴性检测报告 过去10天 光是印尼移工进来台湾 就超过60人确诊 这样子的状况 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请大家要思考的是 印尼移工来台湾 其实我们讲明了 每一国的移工来台湾 都有不同的工作类别 印尼移工来台湾 累计到现在确诊了133人 他们不是做初工 不是做工地 不是去做焊接 他们多半是做家事跟长照的移工 那我们这样说 你今天在讨论这个案件的时候 我们仔细想想 如果他今天是做工地的 好 他去工地 大概就是工地之间 彼此传染来传染去 或者是工头 或者是工作人员 可是问题是 今天如果是家事 或者是长照的移工的话 他来病床旁边 或是在你家里照护的时候 这些多半是老弱病残 老弱病残在COVID-19里面 从过去到现在的实证资料 死亡率特别高 那现在的问题已经变成说 我们请印尼移工来 的确要分散我们很多的 社服压力跟照护压力 可是他们如果真的 在边境没有挡住 然后直接进到家庭里面 进到医疗院所 进到照护区域的时候 当他们发病 当他们传染的时候 第一个 马上国内的社区传染案例就出现 第二个 这些会被传染到的人 他们抵抗力本身就比较弱 而且他们的重症几率比较高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是要重新确认印尼移工 进到台湾来的SOP吗 还是从此不准印尼移工进来 如果不准的话 你的社服照护 接下来要怎么办 那大家当然之前有听过 这个当时的我们的疾病管制中心 有提过说 一个重症病患 我们在台湾治好要210万 那亲证也要80万 那你说能不能不帮他治 也不行 因为怕雇主不付钱 或者是这个仲介公司不付钱 所以一定是由我们全民来纳税 帮忙治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讨论 难道没有更好的方式吗 我们现在要问的是 谁害这些移工成为 我们可能的防疫破口 其实这是一个骂名 我们知道这些移工是我们社会重要的一个人力体员 有很多非常辛苦的工作 都有他们来完成 那进一步有记者去看这些移工住的宿舍 其实真的很糟糕 环境很不好 有人把它形容像是集中营一般 甚至有些移工说 他回到他自己的这个国家 想到他住在那个地方都会掉眼泪 可见这个环境真的很不好 我们这样讲前车只剪 当时新加坡会出事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移工就这样就好了 就是你住的地方就这样就好 隔离碗大家所住的地方还是一样 我们可能不要说它像集中营 但是如果你当过兵 或是以前在大学宿舍的话 你就知道那一定是又小又急 然后你的私人空间也非常非常的有限 甚至你要挂的晾衣服 你都要放在你的床边 那某种程度有点像香港的汤房 或是你说有一阵子香港说 移民过来没有找到好地方叫农民 那你直接看 当你把这些移工的住宿 这已经不是隔离的区域 这是他已经获准进来了 然后工作完毕晚上住的地方 住在这种场所的时候 你觉得如果有疾病会不会很容易传染 如果是有感冒会不会很容易传染 甚至他们长时间住在这样子 涌起的地方 他的抵抗力 他的卫生会不会下降 那如果这是一个问题的话 其实新加坡当年有思考过 我们这样子对待移工 会不会太过不人道 或是太过有贫富区隔 可是新加坡的选择是 我没有那么多地方安置 如果你要进来 你就只能这个样子 所以归根究底 就是劳动部到底有没有做好抽查 卫福部到底有没有做好要求 如果这两个单位都没有做到 真正的严格要求的话 那我们之前讲的决战于境外 通通都是空谈 你今天让他进来了 甚至你没有把握 你说他阴转阳 阳转阴 一直变来变去 那万一就像我们刚刚讲 他真的进来了怎么办 所以我们的劳动部跟卫福部 是不是有懈怠的嫌疑 我说我们是一个人权立国的国家 如果你对这些移工 用这么歧视的态度 或者是很糟糕的方式来对待他们 台湾可能就不是一个进步的国家 不过我们现在要讲的是 如果说主管机关有怠惰的话 那赶快去把这个洞口给补起来 矛头会指向谁 当然就是主事者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的右手边 就是陈时中部长 陈时中部长在过去半年多 一直都高高的居位 在所有政治人物排行榜 或者是民调的榜首 不过最近慢慢的往下滑了 有人形容说他从神坛跌落了 我们先这样讲 这个乱世出英雄 但是阴风起也会阴风落 陈时中过去的防疫 绝对做的是很好 没有问题 可是现在进到的防疫中间 跟后段的时候 包含了疫苗 包含了莱克多巴胺美术 这通通都是他要负责 你什么时候看过有一个人 可以扛三四种不同的议题 而且全面照顾得妥妥善善 所以这个问题已经不是说 陈时中是不是走下神坛 是执政党是不是刻意把太多 不能解决的问题丢到他身上 硬把他拉下神坛 你觉得他现在民调掉了 我告诉你还没结束呢 接下来健保要涨 健保要涨是不是卫福部要扛 那他被拉下神台 到底是自作自受 还是后面有一些阴谋家 觉得见不得出头 棒打出头鸟 你今天敢给我拿到 91% 93%的支持 超高民调 我一定要想办法 把你回到恢复原状 观众朋友 你看到我们的画面 roll的都还是 陈时中在台上唱歌的画面 陈时中唱歌不是说不可以 不过可能现在你 担子还是千斤重 在你的肩膀上 可能你可能要 好好的注意一下 是不是有人在背后害你 又有人说他是民进党 执政党的免洗块吗 挡住这一些批评 然后就可以把他扔到 一边去了吗 如果陈时中部长 他有政治的野心 可能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很多人说民意如流水 民调也是起起伏伏 根据ETtoday 新闻云 最近昨天晚上热腾腾 刚刚发布的 十大政治领袖的 排行榜的大调查 你可以看到哪一个人是第一名 就是国民党籍的侯友宜 新北市长侯友宜 他的看好度第一名 个人魅力 个人超手 领导能力 国际视野 国际视野稍稍的比较低一点点 财经专业 总分加起来是第一名 看起来非常厉害 所以今天也有人说 这个2024国民党的最佳人选就他了 对啊 我刚刚讲国际视野 我先讲这个好了 虽然在国际视野 这一个项目的话 侯友宜算是没有很强的 可是3.8已经高于苏仁昌的3.0 也高于陈其办的3.7 更高于林嘉隆的2.9 我先跟大家讲 民调是我最喜欢看 最喜欢解读的 我先解读第一部分 这是东森新闻云 所以代表它是一个 比较没有蓝绿色彩的 东森新闻云的民调 它是鸡尾酒市的民调 也就是说它是一半 是用它的这个东森购物的电话 另外一半就是网络 那网络被倾向于 可能年轻人使用的居多 所以它是一个复合式的民调 它不一定完全贴近 最后选举的结果 可是它代表目前 比较接近于 整体的民众的看法 因为接电话的这些 会在东森购物的 它的data里面的 可能年纪稍长 经济能力也比较好 所以先跟大家讲 第一个它并不是说 深绿或深蓝的民调 这个民调怎么做解读 来 观众朋友们一个人来看 第一个你当然会看到 第一名是侯友宜 所以代表侯友宜 现在目前的政治行情 是很高的 但是你看一下 第五名以上 我这边直接画一条线 第五名以上观众朋友 侯友宜 郑文燦 蒋万安 赖清德跟朱立伦 代表前五名国民党就五战其三 其实这个部分我非常惊讶 看起来国民党是要复兴了吗 国民党现在目前 居然在满意度跟看好度方面 政治人物前五名 他就占了三个 就是第一个要关注的 国民党前五名就占三个 第一个关注是侯友宜 他最强 第二个就是国民党五战其三 第三个就是陈时中摔下神坛 那当然这个东西是渐进式的 刚刚学恒在讲的时候 我本来就要站起来 已经要走出来讲了 因为迫不及待想要跟大家讲 我很早就写了一个 陈时中变逆时中 不是转逆的逆 而是吃东西很油腻的逆 你常常出现学恒讲的没错 什么东西又叫他扛 天天出来 你还记不记得 他还跑到屏東去吃 鲜鱼穿鱼鱼 又去台南背一个什么鱼 什么东西还去唱歌 防疫还没结束不是吗 所以当然会伤到自己 那陈时中大家注意看 上一次民调还是第三名 第三名已经从第一名 他曾经是第一名调到第三 他的下跌幅度最高了 他一下子跌五名 已经变第八名了 观众朋友看一下 那是谁往上涨了四到五名 就是郑文燦跟蒋万安 那郑文燦其实做了什么 其实基本上我也没有特别注意到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 这份民调 同一个民调公司所做的 就是东升新闻云 你会发现有个很大的问题 当你提到这个民调的时候 显然蓝营或者是非绿营的民众 认为2024的领导人 不是说我还是在乱讲 他最期待的那个候选人 可能就是侯友宜 觉得他够强 那民进党的支持者们 他们认为说谁最强 郑文燦目前被期待是最高的 但是也要注意到一个点 我刚刚一个个分析下来 还有另外一个解读点就是 那谁没有被甩出去 朱立伦跟柯文哲 他没有被甩出去 虽然最近他们的声量并不高 也不是 他是党主席 可是朱立伦不是 他也没有被甩出五名之外 还有一个赖清德 四五六这三位值得注意 就是目前他们在 整个政治的平台上面 除了柯文哲是市长之外 朱立伦跟赖清德 赖清德算是副总统 可是副总统没有什么声量 他们并没有被放弃 所以这两位 朱立伦跟赖清德 还有柯文哲的2024 后事可以期待 那我刚刚为什么讲 郑文哲这个部分比较难解读 导播我们看下一张都知道了 因为除了整体的看好度之外 你每一项大家都可以提 我刚刚有讲 侯友宜很强对不对 先自我们看一下 财经专业 你会想到侯友宜吗 可能不会 我先跟大家讲 我跟侯友宜是好朋友 我绝对不会想到 他是财经专业 谁不是好朋友 朱立伦也是好朋友 蒋万人也是好朋友 赖清德也是好朋友 陈其迈也是好朋友 我这句多讲的 但是至少大家不会觉得 侯友宜是个财经专家 他是警察对不对 观众朋友看一下 当民众觉得是的时候 你就什么都是了 然后民众觉得你可以的时候 你什么都可以了 财经专业前五名 我怎么想都不会有侯友宜 所以他居然是第五名 所以代表现在民众 已经莫名其妙 矛起来乱爱了 我当然我觉得你很行的时候 连侯友宜都可以变成 财经专业的第五名 这完全无法想象的 好 那你看一下 财经专业侯友宜是第五名 这个先讲 再来看一下 在个人魅力旁忙当中 这个国民党也是五战其三 朱立伦 蒋万安跟侯友宜 侯友宜在这几名调当中 个人魅力是第一 领导能力也是第一 个人操守也是第一 所以侯友宜他基本上 除了整体的以外 他单项的 他也有三项是第一 所以侯友宜现在是强盗报表 那蒋万安就是这一次 的这个民调当中 可以说是异军突起的 原本是第七 那一下就跳上来 在很多的民调当中 都可以看到他 个人操守他也是第二 然后个人魅力也是第二 那陈时中他还在 陈时中他的这个 这两个都是第三名 可是大家要注意到 在这样子的一个民调当中 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苏贞昌不见了 可是我们请导播 让我们看上一张排行榜 苏贞昌让我满惊讶的部分是 其实他在排行榜的第七名 综合排行榜是第七名 而且比上一次的民调 上一次的调查 还增高了五名 最近他其实可以说 他是一个人肉箭靶 很多箭 因为他是执政者 他是行政院长 他当然很多的包袱 可是他为什么还可以 高居第七位 前子你上个礼拜问有个问题 对不对 就是为什么最近的 所谓比较激烈的手段 甚至是 当然你不能把这个事情 直接算成是苏贞昌院长下令 可是是在他的院长任内 有一个新闻台要被关掉 对 那这事情有什么好处 我就说 在他的那个族群 深绿跟独派人会觉得他是一个战功标品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郑文燦跟苏贞昌他们都有上场的 反倒是没有特别表现的反正掉下来了 那刚刚讲谁上来了 显然蒋旺安他最近在这个莱猪的议题 还有他跑去屏东看猪农 他努力的要挡下莱猪这件事情 对蒋旺安也是有帮助的 那这几位都非常值得参考 因为郑文燦他会被期待 会不会选2024 侯友宜要选2022的市长 蒋旺安也会被挑战台北市长等等 所以这个民调非常具有参考意义 看得出来民众现在并不喜欢 民进党做的大部分的事情 包含莱猪 还有接下来可能要面对的核实 所以这个侯友宜也被看好是 有可能是2024出现 代表国民党出现的那一个人 可是如果他出来 那难道是侯朱配吗 侯朱配基本上我跟大家讲 可能性非常低 这个是我第一次在我们节目讲 我今天已经看到 因为这份民调解读以后 刚刚已经有很多网路上在写 侯友宜一定是2024国民党 最强的选将 他会不会是2024的选将我不知道 可是他很确定的 会选2022的新北市的市长 这个时候去谈侯友宜会选2024 对他其实是有伤的 所以接下来就看他要怎么样 把这个话题降淡 那我刚刚特别提了一个朱立伦 因为朱立伦现在 他明年的党主席选举 他一定会想要争取 可是我也跟大白话的观众朋友 讲过了 现在江启成跟马英九前总 算是一个结盟的态势 如果朱立伦连江启成的党主席 这一战明年的5月 他都打不赢的话 那对朱立伦的2024来讲 可能就有很大的影响 那朱立伦毕竟是侯友宜的老长官 因为他是把侯友宜拉进 新北市当副市长的人 所以他们两个有某种程度的 这个近和关系 所以如果朱立伦非得要选2024的话 一个连任的新北市长 如果假如他可以连任的话 他会不会出来挑战 然后犯了跟上次韩国瑜一样的一个错误 就是现任的市长跑去落跑选总统 我相信会是侯友宜 接下来会考虑的一个很严肃的点 是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命题 我们就慢慢的观察下去